娱乐圈里老夫烧妻的典型,就是无奇浓流诗诗这对夫妻了,固然二人相差16岁,看起来倒是颇无了和谐,两人因互不经心结缘,四爷和若曦,在世纪中走到了一起。 2016年3月20日,刘诗诗和吴奇隆在巴黎岛举行了婚礼,婚礼上吴奇隆申请告白,我不止一次的埋怨过老天,以前我老怪他,说他对我不好,对我不公平,让我经历过很多奇怪的磨难,遇到很多不开心的事情。 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,因为他把最好的留给了我。 结婚后的刘诗诗和很多女明星不太一样,别的明星结婚后很多都会宣布退出娱乐圈一段时间,做一个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。 而刘诗诗不仅没有停下来事业,在其他方面也和婚前有了截然不同的风格。 从前留着长发的刘诗诗看起来温暖,有种邻居家的女孩子般漂亮贤惠的感觉。 婚后的刘诗诗开始了摆变发型。 在剪短发的路上,一剪就不可收拾了,在时尚圈,也是走在时尚潮流的前端。 从前的刘诗诗勉腺又拘谨,通声透着人淡如菊的气质,永远是低调安静话不多的一股清流。 婚后的她仿佛变了个人,经受采访时侃侃而谈,还会跟记者开玩笑了,说几句就笑场。 华蜂从青年细语的温暖女子,变成了满屏哈哈哈哈大二姐。 被问到老婆刘诗诗在婚后个性变得活泼外向,吴奇隆也认同,我觉得其实以前她的个性是比较腼腆,说话也相对的比较少。 现在包括她穿衣的风格以及整个人,感觉确实比以前活泼多了。 最后她总结,大概是有人给她壮胆了,说的当然是她自己了,我觉得挺可爱的。 一看就是快乐的小太太,幸福人气挺好的。 她婚后交责了很多,没那么怒了,看样子确实很幸福。 以前甚至现在,真的觉得她嫁这个有点鲜花插在牛分上,但是看她婚后状态,真的比婚前舒服许多。 也许真爱吧。 周恩客件事真的很幸福了,吴奇隆特别女爱刘诗诗。 不只抓住了诗诗诗的心,还努力抓住诗诗的味,在家里做饭全都是吴奇隆一人的事,没有因此感到丢人。 这是爱的付出。 婚前温柔甜静,婚后活泼可爱,很多女星应要少女感。 但她不是,她确确实实很有少女感,看来一个人的感情状态真的会反映在女性的脸上的。 只要过得幸福,每个女生都会有少女感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